2018年4月,对于家主云南省燕山县的胡梅父母来说,这是一个多事之悦。 他们每天茶不思饭不响,整日盯着手机胡思万想。 一天,忽然有几名民警敲响了他家的大门。 当民警向老胡夫妇表达来意后,出乎意料的是,胡爸爸并没有表现出多少意外的深情, 反而觉得警察来得正是时候,因为他感觉女儿胡梅出事了。 胡爸爸说,女儿胡梅春节过后就和丈夫李军一起去深圳打工, 自打离家之后,他便出现了很多的异常行为。 在离开家的两个多月里,女儿竟没有给家里打过一通电话, 每次给她打过去,她也从来都不接。 然而,女儿胡梅却时不时地通过微信跟他们二老联系。 但奇怪的是,两个多月来,胡梅只发文字,从来不发语音, 更不进行视频聊天。 私女心切,胡家夫妇尝试与女儿进行视频聊天, 却遭到了女儿胡梅的拒绝。 随即她们便收到了一条文字信息, 写着,语音视频会打扰别人休息。 然而,胡梅的这一解释并没有让老胡夫妇俩安心。 既然无法与女儿通话,他们便转而询问女婿李军。 李军告诉他们,胡梅一切正常, 只是最近胡梅正忙着上班。 由于换了一份新工作,厂里规定不允许带手机, 下了班又经常住厂里,三班倒的工作, 即使下班也有室友睡觉, 所以语音视频都不方便。 李军让二老放心, 只要胡梅回家, 她就让胡梅立即给家里打电话。 因为女婿李军一再表示胡梅没事, 胡家夫妇也就没有过分在意。 然而,2018年4月26日, 胡爸爸突然接到女儿胡梅发来的一条微信, 爸爸,我生病了, 需要做手术, 急需用钱, 你赶紧给我转五千块钱。 这条信息让胡家夫妇再也坐不住了。 听到这个消息, 胡家人急坏了, 胡梅的妹妹试图给姐姐姐夫发视频, 结果姐夫那边显示的是无人硬拔, 而姐姐那边出现的一如既往的是拒绝接听。 随后她给姐姐胡梅发了一段话, 说你现在必须马上给我打的电话。 然而, 胡梅依旧没有同意。 胡梅一呼寻常的举动, 让老胡夫妇觉得她肯定是出事了。 于是, 胡爸爸姐想到了报警求助, 没想到警方却先找上门来了。 虽然对警方的到来并不感到意外, 但让胡爸爸不解的是, 这次来的不只有当地的民警, 还有几位来自浙江嘉兴的民警。 胡家人想不明白, 胡梅不是在深圳吗? 为什么会和浙江警方扯上关系呢? 在这之后, 浙江警方的一番话, 更是让胡家人大感意外。 民警表明来意, 说胡梅很可能跟发生在浙江嘉兴的 这一期抢劫案有关。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疑似发生命案的胡梅, 怎么又和抢劫案有关了呢? 胡梅到底是死是活呀? 事实上, 对浙江嘉兴的民警来说, 胡梅涉案的情况并不明了, 他们只是在侦办一期抢劫案的过程中, 发现了与胡梅相关的一些线索。 而这些线索到底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 对他们来说也尚待调查。 浙江嘉兴的李先生开了一家典当行。 2018年4月25日一大早, 李先生急匆匆地来到店里, 他的妻子孙女士昨晚一夜未归, 手机也无法接通, 所以李先生一大早首先来到店里 看妻子在不在。 进入典当行要经过两道门, 最外面的是玻璃门, 里边还有一道卷闸门。 李先生打开外边的玻璃门, 就听到屋里传来急促的响声。 他赶紧跑过去拉卷闸门, 可一伸手却发现, 卷闸门根本没有上锁。 平时关店时, 卷闸门和外面的玻璃门都会上锁, 现在怎么是开着的呢? 就在李先生纳闷的时候, 又有喊叫声从店里传了出来, 李先生仔细一听, 正是妻子孙女士的声音。 拉开卷闸门, 李先生直接冲进了店里, 敲打声和喊叫声 是从最里边的一个小隔间里传出来的。 隔间的门被打开后, 李先生看到妻子孙女士 瘫坐在里边, 一脸惊恐。 听闻店内遭遇劫匪, 李先生赶紧报了警。 唯一指的庆幸的是, 妻子孙女士安然无恙。 孙女士向警方讲述说, 前一天晚上九点左右, 她收拾好东西准备关店回家, 忽然觉得肚子有点饿了, 于是就上楼去拿吃的。 可是当她一转身, 发现身后竟然站了一个人。 由于当时店里只有她一个人, 此时突然出现的陌生男人 把她吓得魂飞魄散。 这个陌生男人戴着帽子、头罩, 就静静地站在她的对面, 免无表情地盯着孙女士。 孙女士强装镇定地问她是谁, 可那名男子却并没有回答她的问题。 孙女士此时心里就犯上嘀咕了, 知道遇到了贼。 孙女士想跑, 但那名男子却正好挡在她的正前方, 她根本无法逃脱。 沉默了一会儿, 陌生男子突然开口, 让她把家里值签的东西全都拿出来。 孙女士来不及思考, 立即取下随身背着的单肩包, 给男子扔了过去。 掺着男子低头翻包的时候, 孙女士快速跑向楼梯。 可当楼梯下了一半时, 孙女士依旧被那名男子揪住了衣服, 并用一把白色的东西顶在了她的心口, 说不许叫, 把东西拿出来。 当时, 孙女士的手上戴着一枚钻戒, 她慌忙取下来递给了男子。 男子接过钻戒后, 掏出随身携带的绳子, 将孙女士的双手反绑在了身后, 又捆住了她的双脚, 然后再次上楼进行翻炒。 趁着这个机会, 孙女士再次开启了自己的逃亡计划, 她一边喊救命, 一边双脚并拢往楼下跳。 然而, 孙女士的喊声并没有喊来其他人, 反而惊动了那名男子。 她从二楼冲下来, 在一楼大厅里再次将孙女士抓住, 并把她的手和脚绑在了一起。 在这之后, 男子又拿出一个胶带, 想要缠住孙女士的鼻子和嘴巴。 孙女士问她是想要钱, 还是想要自己的命。 男子回答说想要钱, 孙女士说, 钱我可以给你, 但你这样会勒死我, 你先要把我的手解开。 男子停止了缠交代, 转而从孙女士的钱包里 抽出两张银行卡索要密码。 孙女士犹豫了一下, 便把密码告诉了男子。 一楼大厅里有个小隔间, 是平时点当行用来堆放杂物的。 男子拿到密码后, 就把孙女士拖到里边, 然后找到钥匙从外边锁上了门。 之后, 男子拉开大门走出典当行, 关在小隔间里的孙女士实际挣扎。 幸运的是, 绳子并没有绑得太死, 孙女士竟然挣脱了。 小隔间装的是防盗门, 男子从外边锁上, 里边是打不开的。 既然出不去了, 孙女士便从里面将门反锁, 这样劫匪也就进不来了。 过了十多分钟, 男子又回来了, 一进店, 他就拿着钥匙来开小隔间的防盗门。 男子一边开门, 一边问孙女士银行卡的密码为什么不对。 孙女士的情绪激进崩溃, 由于害怕再次与男子对话, 他嘶吼着说你要的卡密码是对的。 原来, 孙女士的包里共有七张银行卡, 每张卡的密码都不一样。 劫匪索要了其中两张卡的密码, 取出其中的钱后, 还想从其他的五张卡中取钱, 但是发现密码不对, 于是又折返了回来。 男子拧动钥匙, 想要打开小隔间的门, 但是他发现孙女士已经将门反锁。 也许是出于紧张, 也许是还有其他更重要的事, 男子并没有继续追问银行卡的密码, 转而从包里拿出孙女士的手机, 向孙女士逼问开机密码。 害怕反抗激怒陌生男子, 会让自己吃更大的亏。 孙女士将开机密码告诉了男子, 拿着孙女士的手机, 男子并没有逗留, 趁着夜色快速离开了。 离开时, 他还特意拉下了卷闸门, 关上了店里的灯, 还锁上了外边的玻璃门。 锁在小隔间里的孙女士听命地大声呼救, 并用东西使劲地砸房门门, 但由于隔着几道门, 夜又已经深了, 整整一夜都没有人注意到他。 警方赶到现场后, 进行了仔细地勘查, 但是, 嫌疑人显然做足了充分的准备, 在案发现场, 警方没有获得什么有价值的线索。 对于孙女士来说, 事情发生得太过突然, 而且嫌疑人戴着口罩和帽子, 他压根没看清嫌疑人的长相, 也没敢多看陌生男子一眼。 并且, 典当行的屋里屋外 也没有安装监控设备。 不过, 既然嫌疑人在当晚 曾经使用过被害人孙女士的银行卡, 那他一定会留下相关的揭露。 警方决定以此为突破口, 果然有了收获。 在案发现场附近的一台自动取款机前, 摄像头记录下了 嫌疑男子取钱的画面, 就在案发当晚10点13分左右, 一名戴着帽子和口罩的男子 出现在取款机前。 根据案发时间推断, 这一名男子应该就是嫌疑人。 然而, 男子戴着口罩, 低着头, 很难看清他的面部。 民警继续扩大侦查范围, 随即在另一段监控中 再次发现了他的身影。 这名男子打着伞, 行色匆匆, 行为反常。 虽然背对监控, 但结合嫌疑人取款的正面视频, 两个视频互相碰撞对比, 大家一眼就认出, 他就是取款机前的那名男子。 而男子出现的地方, 距离案发现场只有900米, 出现的时间又正好和抢奸案相吻合, 所有的信息指向非常明确。 有了嫌疑人的体毛特征, 警方顺着他逃跑的方向 一路往下追踪。 但是嫌疑人具有极强的反侦查能力, 他故意选择在马路内側行走, 同时利用树木的遮挡, 避开监控, 七拐八拐很快就脱离了监控的范围。 线索到此中断, 警方立即制定了另一个追捕计划, 那就是利用逆向思维回溯嫌疑人从哪里来的。 他们立即从案发时间段之前的监控进行分析, 很快有了发现。 案发当晚八点左右, 某监控画面拍下了男子行走在大街上, 手里拎着绳子之类的东西。 顺着监控一路往回找, 警方在市区的多个路口都发现了嫌疑人的身影。 最终, 他们追踪到了一家小旅馆。 经营小旅馆的是个老太太, 听完警方描述完犯罪嫌疑人的铁毛特征, 老太太想到了在店里住过的一位客人。 他身穿一身牛仔衣, 总是戴着一顶帽子, 背着一个包。 老太太说, 男子在他那住了八天, 每天早出晚归, 出入的时间非常规律。 通过旅馆的住宿记录, 警方查到了这名男子的身份信息。 李军, 云南省燕山县人, 早在2007年就在广东有过抢劫的前科。 警方进一步调查发现, 李军已经连夜乘坐大巴车离开了嘉兴, 回到了云南老家。 嘉兴警方立即赶赴云南, 抵达之后, 侦察员没有停留, 直接奔燕山县城的当地银行。 因为孙女士接到提示, 有人从她的手机里转走了三千块钱, 而取款地就是云南省的燕山县。 浙江云南两地警方一起对取款机周边进行了排查, 但是却什么都没有发现。 而派往嫌疑人老家的侦察员反馈说, 李军也没有回家。 就在这时, 有消息传来, 李军在燕山县的一家旅馆出现了。 侦察员马上赶到旅馆, 当他们顺着楼梯往上走时, 迎面下来了一名男子。 虽然男子戴着墨镜、口罩和一顶鸭蛇梦, 但细心的侦察员还是一眼就认出死人正是李军, 警方很快将其控制。 在李军居住的旅馆房间里, 侦察员搜出了被害人孙女士的钻戒、 现金和手机等物品。 李军对自己抢劫孙女士的行为供认不讳。 然而, 让侦察员没想到的是, 就在他们进行搜查时, 嫌疑人李军的情绪突然激动起来。 眼神中充满了怒气, 并用身体用力地撞击侦察员。 按照侦察员的经验, 在人赃巨货的情况下, 嫌疑人大多会放弃抵抗。 可李军为什么会反应如此强烈呢? 侦察员再仔细一搜, 又发现了一些奇怪的东西。 帐篷、野外生存的锅、 探照灯、 洗漱用品等野外生存用品。 侦察员的疑问还没解开, 搜查又有了新发现。 他随身携带的还有他老婆的银行卡、 手机和身份证。 出门在外, 身份证、 手机、 钥匙、 钱包一般都会有本人随身携带。 现在, 李军妻子的证件、 手机等物品却出现在这里, 难道他们是在一起的吗? 侦察员的第一反应, 是他老婆跟他属于共同犯罪, 然后共同逃逸。 然而, 当侦察员问他老婆在哪儿的时候, 李军却说不知道。 警方调查发现, 李军的妻子名叫胡梅, 两人结婚十年, 有三个女儿。 可奇怪的是, 一听到妻子胡梅, 李军立马激动起来, 变得咬牙切齿。 如此反常的现象, 立刻引起了侦察员的注意。 更加反常的是, 侦察员发现, 李军在自己的手机上登录了两个微信, 一个是自己的, 另一个则是妻子胡梅的。 李军曾以妻子胡梅的口吻, 与妻子的朋友、 家人聊过天。 不仅如此, 李军还在同一个手机上, 先用自己的微信给妻子转账了一千元。 转过来后, 又用妻子的微信将这一千元给接收了。 李军身上这些不合理的现象, 让警方决定一查到底。 警方怀疑, 要么是李军在演戏, 要么是他过于思念自己的妻子, 要么就是他老婆胡梅失踪了。 于是, 浙江云南两地的警方 来到胡梅的娘家进行调查。 在听完胡梅家人反映的情况后, 民警判断, 胡梅很可能是出事了, 而他的丈夫李军具有重大嫌疑。 根据胡梅的家人反映, 胡梅在春节后和丈夫李军 一起去了深圳打工。 但是, 现在只有李军只剩一人, 胡梅却不见了踪影, 那他究竟去哪儿了呢? 据此, 警方有两个大胆的猜测。 第一个就是, 他妻子跟他争吵后, 一气之下, 扔下所有的东西离开来。 第二个情况, 是他老婆发生了意外。 无论是哪种情况, 找到胡梅的下落 都是警方的当务之急。 在调查中, 警方了解到, 胡梅和丈夫李军 之前一直在浙江嘉兴打工, 胡梅在一家足玉店上班, 李军则没有固定工作, 断断续续地打些零工赚钱。 这一信息返快到浙江嘉兴后, 一路侦察员 马上赶到胡梅工作过的足玉店。 足玉店老板告诉民警, 胡梅之前确实在他们店里上班。 胡梅回云南老家过年前, 还特地对他说, 过完年还回来上班呢。 过完年后的几天, 足玉老板专程给胡梅发消息, 问什么时候可以上班。 胡梅回复, 再过几天就能来了。 可老板等了两个多月, 也没解胡梅过来, 也无法联系上他。 他不知道的是, 关于在足玉店工作这一问题, 胡梅与丈夫李军产生了巨大的分歧, 为此多次发生过争吵。 据胡梅的家人说, 因为李军疑心太重, 总怀疑胡梅在外边有别的男人, 因此不同意他再次去加薪的足玉店上班。 李军的父亲说, 儿子这样怀疑胡梅并不是空穴来风。 李军曾亲眼目睹妻子胡梅和他的男性朋友半夜十一二点还在外边吃烧口。 当时李军由于气愤难耐, 还打了胡梅两巴掌。 李军父亲的这个说法, 警方在胡梅工作的足玉店里得到了证实。 足玉店老板说, 经常有一个男人来找胡梅, 同事问问起时, 胡梅说那是他的表哥。 李军与妻子频繁争吵, 感情出现裂痕, 在结合李军冒充胡梅的冠意举动, 警方认为, 关于胡梅, 李军的身上藏着更大的秘密。 警方再次就胡梅的下落对李军进行审问。 这一次, 李军突然痛苦起来。 哭过之后, 李军提出了一个要求, 说想要见见自己的父母。 在他父母面前, 李军终于开口了。 他说, 胡梅已经不在了, 死了。 李军向警方供述, 是自己杀害了妻子胡梅。 在李军的带领下, 侦察员来到了李军家附近的一个小山洞。 李军说, 妻子胡梅的尸体就藏在里边。 山洞的洞口并不大, 但是里面有无数个小山洞互相嵌套, 非常复杂。 警方请来了消防员, 携带专专业的工具进行搜索。 经过一整天的寻找后, 终于找到了胡梅的尸体。 李军说, 他也不相信自己竟然会对妻子下次狠手。 他们夫妻走到这一步, 全都是他们从浙江嘉兴打工开始的。 在嘉兴, 胡梅在足余殿收入不错, 每月能挣八千多。 而胡军却不停地换工作, 中途他还回老家待了有半年的时间。 那半年里, 李军买了一辆小货车跑运输, 而正是这半年的两地分居。 距离的遥远, 使得李军和胡梅的猜疑和争吵越来越多, 两人的关系日渐出现裂痕。 眼见李军夫妻争吵不断, 李军的父亲把儿子劝回了浙江。 然而, 回到浙江后, 李军和胡梅的关系并没有好转。 李军怀疑妻子与别的男人有暧昧关系, 胡梅却抱怨丈夫李军不好好工作。 夫妻二人的矛盾越闹越大, 李军甚至几次动手打了胡梅。 春节在家, 两人又大吵了一架。 这次吵架惊动了双方父母, 胡梅一度提出了离婚的想法, 但在两边老人的劝说之下, 她最终放弃了。 春节过后, 两人还是决定一起出去打工。 然而, 在打工地点的选择上, 胡梅和李军却产生了分歧。 胡梅想去加薪, 觉得好不容易有一技之长, 工资待遇也不错。 老板人也好, 怎么看都是去加薪有利于长远发展。 而李军则想去深圳, 在他看来, 远离加薪, 妻子就会跟加薪的情人断了联系。 在李军的坚持下, 胡梅最终同意了他的想法。 2018年2月23日吃过晚饭, 两人一起收拾行李。 李军发现, 他竟然打不开妻子的手机了。 李军觉得妻子更换手机密码, 肯定是有事情不想让自己知道。 可是, 当时胡梅既不同意打开手机, 也不愿对此做出任何解释, 索性直接将手机底摔了。 为此, 两人再次爆发了激烈的争吵。 两个人越吵越厉害, 争吵的内容也从手机立马 转到了到哪里打工这一问题。 原本胡梅就不想去深圳, 在争吵中他更是说了这样一番话, 你把我杀了就能够去深圳了。 嘉兴是李军心中的痛, 在嘉兴的那些事让他痛苦不堪。 他原本以为妻子已经回心转意了, 现在胡梅的这些话 无异于是在他的伤口上撒烟。 看着背对着自己的妻子, 李军一阵怒火涌上心头, 控制不住地将魔爪 伸向了自己的妻子。 处理好妻子的尸体后, 李军连夜赶到汽车站, 离开了云南, 但他却并没有取他所想去的城市, 深圳, 而是取了嘉兴。 李军想知道, 妻子胡梅在案发当晚 极力隐藏的那个人究竟是谁? 来到嘉兴后, 李军跑到胡梅之前 工作过的族裕店, 假装妻子不告而别, 着急地询问妻子的下落, 并请求老板 一有胡梅的消息便告诉他。 在嘉兴晃荡了两个月之后, 李军身上的钱 很快就花完了, 于是他便盯上了 李先生家的点弹行。 他趁着夜色下了手, 在得手后, 就连夜跑回了云南老家, 并且购买了野外生活用品, 准备长期逃亡。 只是, 他根本没有想到, 自己才刚做完这一切, 宁警便出现在他的面前。 在本案中, 李军故意杀人, 致一人死亡, 抢劫钱才四万余元, 属于数额巨大, 并且具有入户抢劫的情节, 主观恶性极深, 人身危害性和社会危害性极大, 后果和罪情极其严重, 应该依法惩处。 虽然李军有坦白情节, 但不足以从轻处罚。 李军犯恕罪, 应依法予以并罚。 最终, 李军涉嫌入户抢劫, 故意杀人罪, 被公安机关提起公诉。 李军虽然提起暴躁, 但平时对湖门也不错, 所以李军因为一时冲动而将妻子杀死, 的确是不应该。 如果两个人确实无法继续生活, 可以选择离婚, 过自己想要的生活。 生与死之间, 其实就是一个取舍的问题, 过度猜忌和采取强硬的态度, 只会适得其反。 而胡梅既然嫁给了李军, 也在父母的调解之后, 愿意与丈夫继续生活, 那他也应当收回自己奔跑的心, 与丈夫踏踏实实地过日子。 第二个案件, 念子。 2014年9月30日下午, 沈刚走进了山东省德州市平原县公安局, 他对警方说自己杀人了。 沈刚说他的情人王慧想要结束关系, 他一时愤怒杀了王慧, 又连带把王慧的丈夫和女儿也杀掉了。 然而, 在审讯过程中, 宁景发现了奇怪的地方, 沈刚对口中的情人王慧似乎并不熟悉, 比如像王慧是哪里人, 他们是怎么开始的等等问题, 沈刚都是支支吾吾。 当民警提到王慧的丈夫孙坚时, 沈刚却反应强烈, 直言孙坚该死。 警方觉得沈刚隐瞒了一些东西, 决定再仔细调查一番。 在问到沈刚妻子汪艾伦时, 汪艾伦并没有其他不同的陈述, 但是令人匪夷所思的是, 汪艾伦哭着求警方别探沈刚死刑, 还说沈刚是个好人。 如果是丈夫出轨, 妻子不可能有这样的表现, 警方决定从汪艾伦这里突破。 在反复劝说和引导下, 汪艾伦终于卸掉防备, 说出了实情。 真相让人大跌眼镜, 真正出轨的并不是沈刚, 反而是汪艾伦。 沈刚不愿别人知道自己被戴绿帽子, 于是让汪艾伦千万别说出去。 沈刚是德州市平原县人, 1991年参军, 1995年复原回家, 后来主要给人开大车为生。 1998年, 沈刚与汪艾伦结识, 随后结婚。 婚后的日子, 沈刚夫妇和其他的家庭一样, 过着平淡的日子, 没有什么波澜。 唯一不足的是, 沈刚喜欢儿子, 但汪艾伦生下的是个女儿。 沈刚的这点心思, 也让夫妻俩有了一些嫌隙, 偶尔会产生一些小摩擦。 或许是沈刚的心态变化, 但汪艾伦也有了其他的想法。 再加上平日里总是围绕着孩子和老人, 情感方面更加匮乏。 2014年8月的一天, 沈刚无意中玩起汪艾伦的手机, 不小心按出了一段语音, 里边传出了一个男人的声音。 咱俩好了这么长时间了, 你家老头子都不知道, 他要戴一辈子绿帽子了。 沈刚听完, 脑子嗡地一声, 他迅速把汪艾伦叫过来, 质问他这是谁, 是不是给自己戴绿帽子了。 汪艾伦也很意外, 怎么会有这段录音, 他拼命地摇头, 坚决否认自己出轨。 沈刚与汪艾伦争吵了几日, 但他又很怕别人知道, 而且他也没有证据, 最后只得暂时把此事放下, 生活也回归到了平静缸中。 沈刚原以为这件事就这样过去了, 但是汪艾伦的一次行踪, 又将他的怒火点燃。 一天晚上, 沈刚回到家后, 发现汪艾伦不在家, 一种不安的情绪涌了上来, 他立刻打电话追问汪艾伦在哪里, 汪艾伦称自己在济南侄女家, 沈刚让汪艾伦的侄女接电话, 但汪艾伦却说侄女去买菜了。 沈刚几次电话追问后, 汪艾伦在慌乱中, 说自己在平原汽车站的一个宾馆里。 听到这儿, 沈刚的怒火腾得就起来了, 他大声怒吼汪艾伦, 让他立刻回家。 汪艾伦到家之后, 沈刚先打了他一巴掌, 接着边质问边拳打脚踢。 两个人一准晚都没有睡觉, 汪艾伦经不住沈刚的逼问, 最后只得坦白了自己和孙坚的私情。 原来, 在2014年春节后的一天, 汪艾伦在集市上偶遇愤奸, 他们本是青梅竹马, 又有过一段情, 再次相聚, 旧情瞬间复然。 沈刚继续追问他, 之前的录音是不是分间, 汪艾伦也点了点头。 得知那句嘲讽他的录音就是分间, 沈刚彻底地怒来。 他把桌子掀翻, 又砸碎了一件又一件的家具, 最后痛苦地往墙上撞头。 汪艾伦看到丈夫的疯狂, 心中害怕了, 哆哆嗦嗦地说出了和孙坚交往的详细过程。 或许汪艾伦当时过云凌乱, 他坦白了交往过程后, 进一步说出了孙坚住在哪, 家里几口人, 甚至包括孙坚曾教唆他离婚, 并与他商量要不要毒死沈刚。 这些话给孙坚的震动, 无异于十级地震。 对于孙坚来说, 与其让他知道这些, 还不如把他直接杀掉。 孙坚更加地歇斯底里, 在家里像一只狮子般的狂吼, 汪艾伦躲在角落, 捂着头一动都不敢动。 情绪逐渐停复下来后, 孙坚坐在床边呆冷了好久。 过了两天, 他开始四处打听孙坚, 但是越打听, 沈刚心里就越难受。 孙坚和他差不多大, 混得却比他好得多。 孙坚做木材生意, 做得越来越大, 最后家里住上了别墅, 还开上了丰田越野车。 王艾伦讨离到家庭和孩子, 最终还是决定和孙坚断了来往, 但沈刚仍然无法控制, 对汪艾伦疑神疑鬼, 平时的争吵也是常事。 想来想去, 沈刚感到自己的妻子被人玩弄, 自己面子受损, 而孙坚却依旧逍遥自在, 他实在是欺不过, 决定报复孙坚。 沈刚想用家里剩下的鞭炮做成爆炸物, 去把孙坚的越野车炸了, 但是没做成功。 后来他又想去把他的厂子烧了, 也没有找到机会。 沈刚的愤恨日夜折磨着他, 他既想报复孙坚, 但又不想人们知道这件事情。 最后, 沈刚想了的办法, 让汪艾伦找孙坚要钱, 这或许也能让妻子对孙坚彻底死刑。 一天, 沈刚和汪艾伦送完孩子上学后, 把车停在了路边。 汪艾伦按照沈刚说的, 打电话给孙坚, 问他要钱。 谁知, 孙坚却哈哈大笑了起来。 哈哈咔啪啪啪, 咱们不过是花儿味, 你还真拿自己当回事了。 我可怜你, 陪陪你, 你还跟我要钱。 要说要钱, 也应该是你给我钱吧。 想要钱, 哼, 你等我死了再说吧。 听到这些, 沈刚在一旁差点蹦了起来, 没想到自己的妻子 被孙坚霸占如此长的时间, 可孙坚竟然丝毫没有尊重, 甚至还如此猖狂。 一方面, 沈刚感觉自己没面子, 而另一方面, 他也替妻子感到不值。 此时的沈刚已经忍无可忍了, 他眼睛发红, 路上一句话都没有, 迅速把车开回了家里。 到家之后, 沈刚把私藏在家中的土枪放在了车上, 还拿上了手铐, 剃骨刀和汽油。 王艾伦吓坏了, 跪在地上抱着沈刚的腿, 哀求他不要做傻事, 以后沈刚说东, 他绝不往西。 但此时的沈刚已经控制不住自己了, 他像一头发了疯的野兽, 心中只想去杀掉孙坚。 沈刚用力把汪艾伦甩在地上, 开车扬长而去。 沈刚先去了孙坚的木材厂, 扑了得空, 又跑到孙坚的家附近, 看到孙坚的车停在一个洗车店前边。 于是, 他在孙坚的车库蹲守, 探到孙坚开车进来后, 沈刚拿起枪指向了玻璃。 孙坚愣出来, 他开始没想下车, 但他的妻子王慧却来到了车旁。 担心妻子有危险, 孙坚赶快下车去拦沈刚, 三个人便拧在了一起。 沈刚不好使枪, 便抽出刀子捅向了孙坚和王慧, 两人当场倒下。 不幸的是, 孙坚和王慧的二女儿孙文文也来到了车库, 杀红眼的沈刚连孩子都没放过。 最后, 沈刚把汽油泼在车库, 一把火烧掉了孙坚的别墅。 做完这些事情, 沈刚的心中一阵畅快, 感觉大愁已爆。 他狂笑着开车回家, 在门口按了半天的喇叭。 汪艾伦冲到沈刚车前, 失声痛哭, 一直喊着自己错了。 沈刚带着一连雪下车, 蹲在妻子面前说, 媳妇儿, 我送孙坚一家三口去西天了, 哈哈。 我会去自首, 家里的老人孩子, 以后只能靠你了, 委屈你了。 我最后还有一点请求, 无论谁问你, 你都要说, 是我跟孙坚的妻子好上了, 所以我才杀的人。 我就算是死, 也不想让人知道 我被戴了绿帽子。 你听见了没? 汪艾伦点点头, 向前抱住了沈刚。 虽然曾有外星, 但是一日夫妻百日恩, 在离别之际, 毁愤和不舍 占据了汪艾伦的心神, 只是一切都已经晚了。 2014年10月15日, 沈刚迎涉嫌故意杀人罪, 非法持有枪支罪, 故意损坏财务罪被踢补, 等待他的将是法律的严惩。 在汪艾伦生下女儿后, 沈刚便心中不满, 可见在他的观念里, 有一定重男轻女的成分, 而被戴绿帽子 就更是一种奇耻大辱, 伤害了他作为男人的尊严。 因为男人的面子, 以及妻子的背叛, 沈刚丧失了理性, 最后酿成悲剧。 一个家庭从此消失, 另一个家庭从此背负着 罪过和悲痛, 真是可悲可谈。 虽然说家花没有野花香, 但是色字头上一把刀, 管不住原始的欲望, 终会害人害己。 知不知道误尊与你的耻瘍